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由何全轟議員諮詢時間15分鐘 讓人民居住權益的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如同我們本會的同仁所講 如果有民眾 他本來有100坪的土地 他參加我們市府的同化之後 他只剩下40坪的土地 那又因為一些法令的規範 他只剩30坪的土地 可以拿來蓋房子 100坪存30坪土地 這樣子當然對人民的權益 是損害非常大的 如果這樣子是事實的話 那未來啊誰還敢參加 跟市府參加這樣子的重化 然後來做這樣子土地的重新的分配啊 那我不曉得 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是不是有什麼中央法令的規定 還是我們高雄市政府自己的法令規定 會造成人民的權益損害這麼大 那如果有的話 是不是請局長 針對這個把這個說明清楚啊 來 局長請說明 李局長請搭訪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我想 在整個都市計劃法裡面 他有一些規範啊 那他這個規範 原則上來講 大概就是 他會為了整個的環境品質 通風 採光 通行 防救災 還有提升整個居住品質 跟那個 人民的那個房地產價值 他同時要維護都市景觀 所以他會有規範一些像 退縮啦 那流色人行通道等等的規定 那這是規定在都市計劃法第39條 那如果議員有時間的話 看我需不需要把那個條文稍微羅列一下還是 他就是有規定說 對於都市計劃各種使用區 跟他的 專用區內的土地 跟建築物的使用 基地面積或基地內 應保留空地的比率 包括容積率 還有建幣率 基地前後院側院深度寬度 停車場什麼建築物高度跟交通景觀防火的事項 那由政府來依實際上的情況 在那個 在都市計劃裡面去訂定 那所以這些東西 再加上說營建署 他也有一些關於所謂的 退縮建築跟停車空間的設置基準 那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所以他應該是講說 參加重畫完的土地 假設他原本100坪 重畫之後他分得40坪 那分得40坪是他的建築基地面積 不代表他的建築物可以建築的面積 因為畢竟你還有容積跟建幣的限制 所以我想 留社那個部分 他是屬於所謂的法定空地的概念 這不是只有高雄市 那也不是只有其他限制 我想這是全國一致的標準 只是大家在所謂的 退縮跟容積建幣這個情況 依每個地區的狀況有所不一樣 謝謝局長 我想照你這樣的說明 聽起來這個是在中央 都市計畫法的法定的規定裡面 那如果這個有需要調整 我覺得 局長你可以去找我們現在高雄 有很多的立委 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去修法 再來研究 再來討論 讓人民的權益更有保障 那針對你這個部分的回答 那你剛剛也提到了 有關各個縣市 有關法定空地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是在 我這是在我們公務局的報告裡面 我也看到啊 針對法定空地啊 我們公務局有提出了這個 高雄錯2.5版的這個部分 你們針對啊 屋前的跟屋後的這個部分 有做了修訂做了調整 我想請教委局長 這個部分的調整 是不是就是要 某種程度啊 就是要來解決 剛剛李局長 所說明的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問題啊 是不是可以真的幫人民的權益 受到更多的保障來 請趙局長說明一下 趙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議員在說的 確實有保護到部分的權益 譬如說我們頭上是我們 整個綠人設施 就是露台的部分 尖管這二分之一的綠化或太陽光電 也靠有一些阻水設施 所以做我們的卡口 另外說我們後面的部分 那個法定空地在屋後的部分 我們也把它用為綠人設施 跟老人住宅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的社大人 可以在那邊塑 可以在那邊塑 這樣 這個部分 呃是只有 比如說有塑及既往 以前的一些狀況 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這樣子的申請 把它真的法制化 合法化 也可以 不管是說你拿到使用執照之前 或者是你拿到使用執照之後 你都可以來申請變更設計 依照高雄錯的這個模式來處理 好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我想 呃如果有這樣高雄 高雄錯2.5版 啊用可以某種程度上來解決 呃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在這邊我要建議我們的公務局 跟我們相關的局處 跟我們相關的局處 不只是呃現在的新的新的房子 包含過去很多的住宅 我覺得我們都要呃 努力的宣導啦 讓民眾知道 我們現在有這樣子的措施 讓民眾把他的房子真的合法化 那當然我也期待 像剛剛吳一鎮議員 有跟局長討論到的3.0版 針對屋頂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跟想法啦 那我覺得呃在這個部分 除了我剛剛講的2.5版 局長這邊可能要努力的去宣導 讓民眾知道以外 那針對3.0版的屋頂的部分 局長也可以好好的來思考 針對這個部分 呃未來怎麼樣讓高雄的的 呃屋頂的這個天際線更加的美麗 也讓民眾 有一個真的合法的居住環境 來來做這樣子處理喔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趙局長的是 今天我們有議員提到啊 針對我們高雄的違章大隊的建築啊 他是一個違章的建築 他是一個違規的建築 我聽到這個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嚇人的 為什麼啊 因為違章大隊就是專門在拆人民的違建的 如果我們違章大隊自己的建築 都是違章的話 那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在我們高雄市政府裡面 是不容許會存在這樣子的情況的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局長要好好的處理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局長也要好好的 針對這個部分做個說明 那是不是請局長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喔 有關那個剛剛那個我們林議員在關心喔 我們違建大隊的辦公廳設 是不是違建 其實可能林議員 他沒有拿到一些資料 可能有一些誤解啦 我在這邊也順便說明一下 其實在我們大隊的辦公廳設裡面喔 他是在62年到69年 有林友建造以及使造 而這部分都有林友 那所以可以判斷是一個合法的房屋 那我們的同仁喔 也立即調出一些文件 那這些文件是在 以前叫台灣省高雄市政府的時候 也就是市長王毅雲的時候 他這個裡面有一個簽程 這個簽程是怎麼寫呢 他是在這個區塊 就是一個要塞管制地區 那要塞管制地區 那一定要經過金方的同意 那在這個簽程上 那陸軍總部已經叫陸軍總部 他也同意了 另外一個簽程就是說 他整個有簽程到 王毅雲市長的簽合 那王毅雲王市長他也合可 所以總統剛剛淘汰說明了 現在後面的文件 來互相check的話 所以整個這個辦公廳設 是屬於合法房屋 謝謝局長你的說明 我想如果是合法房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如果高雄的民眾知道 違障大罪自己的建築是不合法的 這個會非常的嚴重 我們在自己聽別人的為中 自己的家 是為中這很嚴重也很好 如果說這個是合法的 我覺得局長也要好好的 跟社會大眾好好的說明這個部分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還有關於鐵路地下化的部分 我知道 局長這邊也很努力的在規劃 未來我們鐵路地下化圓道的部分 那我前幾天有看到一個報導 他說可能因為鳳山的部分 他有延宕 所以被估計可能要108年才會來完工 那另外第二句話講了什麼 表示我們的律圓道的部分 他要在112年才有辦法來完成我們的律圓道 我覺得這個如果真的要到112年 這個跟局長之前所告訴我們的有太大的落差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局長也跟我們說明一下 真的要到112年才有辦法完成我們這個律圓道嗎 趙局長請答應 整個鐵路地下化 其實我們真正的騎乘是在106年的年底 來通車 來完工來通車 那當然目前我們得到的資訊 目前都是進度正常的 所以當初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106年年底來完工 所以我們在107年對鐵路延道就要動工 所以我們當初在想是說 因為他整個通車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想是說到那個時候我們會先行規劃設計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緊張是說 我們在跟交通部一直在爭取就是 延道的部分要無償來使用 第二個要把整個 現在規劃是我們公務局來規劃 另外在細部設計的部分 我們那個主導權也要拿到我們的公務局來做 細部設計的 所以說這樣林林總總目前還沒有聽到鐵路局說他們會延宕 所以如果假設不延宕的話 那我們的律原道你預估要施工多久 多久可以來完工 其實我們早期有一個真正的想法就是 分斷分飆啦 我們回想到以前我們重建工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重建工程比延道的設置更困難 我們都可以如期如此來完工 所以我想延道的部分 可能會涉及到經費的問題 可能要前面施工 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如果前面施工 我想一兩年 一兩年就有部分的路段可以來完工 以上 好 謝謝局長 那我其實我知道 在過去的可能半年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公務局以及市府很多團隊 他也針對這個律原道的部分他很努力 其實都有到本局的選區 因為其實鐵路地下有很大的區域是在我的選區 在山明區 我知道其實你們已經開過了好幾場 很多場對地方的一個說明會 那我想地方也都有給局長這邊很多可以 律原道未來的想法跟建議 那當然我也知道 就公務局的部分我們本身就有一個初步的雛形 未來希望怎麼樣來施工 這個包含我們開工廳會的時候 局長都有公務局這邊都有來說明過 那我這邊還是要再一次反映一個民眾對這個部分非常重要的意見 就是說在律原道設計的同時 其實在沿線其實因為房屋其實真的蠻密集的 那其實很多的民眾對於未來律原道沿線的停車空間 我想都有提出很多的想法跟建議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未來在鐵路地下化之後 它除了主要的大站以外 在其他的小站 它的停車空間的設計其實是非常少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我們未來的客公館站 它只有兩個汽車的停車位 跟150幾個機車的停車位 那我提出這個就是說 未來在律原道設計的過程中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部分增加我們的停車的空間 增加機車的停車空間 以及包括很多人在站裡面旁邊 又有我們那個公共自行車的這些站體來設置 那我覺得這個的建議 我覺得公務局這邊要好好的思考去考量 那針對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局長也做一下回應 趙局長請當務 整個沿道前線的也設置我們人行步道跟自行車道 那當然有一些我們在傾盯地方的 聲音之後也有人提出說 部分的律原道或者是要做一些停車隔 那當然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交通局來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以上 謝謝局長 那最後我想跟局長提出一個建議 我想 我不曉得局長知不知道 在我們的合體有一個公25的公園用地 那這個公園用地它現在做什麼使用 它是借給我們的交通局來做名人的公有停車場 公25 那這塊土地其實還蠻大 它大概上面可以 我想剛剛可以停200台車的停車位 應該有 那我在這邊想提的這個建議是說 就我跟你們調的資料 交通局是跟我們借來做停車場使用 是築期要到民國111年 到民國111年 那這個部分我想跟公務局這邊建議的是說 這個地方是在我們合體的這邊 那這一塊土地是不是可以 早一點來把它開發成公園 然後在就停車的空間不足的部分 我們往下延伸挖地下室來做它的停車場 那在公園上面 我們再來做多目標的一個使用 比如說合體這附近這麼多人口的密集 那未來 這個公務標建築物的使用 我們可以來做譬如說有老人長照的部分 來做社區的活動中心 提供給周遭很多的民眾 來做這樣的利用跟使用 那這部分請局長回應 謝謝 向議員報告 公25是一個尚未開闢的公園 目前也借給交通局做一個停車場的使用 那當然我們要開闢的時候 他當然交通局就會還給我們做一個公園的開闢 其餘在說的是說 如果我們開闢的時候 就先來挖來做停車場 但是可能有一個問題 可能大家要再想一下 要挖地下做停車場的時候 那個經濟效益是不是有那麼大 我想這方面 跟交通局來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可能看可不可行 所以這個可行性的評估 我們願意跟交通局共同來努力 好 謝謝局長 以上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何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張漢中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公務部門所有的局長和首長 我們議員當時 我們在電視機最關心市場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我要來在這裡麻煩 我們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我們未來 我們的都市計畫 包括我們的都市計畫 包括我們的都市計畫 我們的都市計畫 開票 我們的都市計畫 是不是 我來去一個過期 幾十年前 我們的都市計畫 我們的都市計畫 做成八社 他那種類似說變成機靈地來產生他們變成一個很無耐的工作 是不是我先用我提供的這個 我提供一個案 其實這個是一個案例 我是 我要講的 這應該是我們局長應該經常看到我 看到這個商品 這個商品就是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過去早期都是價位開票倒了 我們八成做生很無耐的就是 他的地址都拼旗行地 但是旗行地後有20幾坪 有5坪有10坪 這裡 我要提供給我們都市計劃我們的局長 包括我們的財政局 未來 我要講的就是未來 八成如果面臨到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去拿八成政策 來去提供給八成知道 我們在經修過程是否要合併來徵收 徵收以後 由我們 市政府來統一 規劃這個土地的規劃 我要這個案例 我要提供給你說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是 進政 沒有多久進政 他這個房子 這就是 現在 我們 墮樓前收了 所存的 所存的成幾坪 後面呢 後面就 後面就比較大 但是後面比較大 有可能 前面這些基隆地 我們不可以把政策 他們沒辦法來去做 未來的建設 未來的 本來說 就是一個 осct 後面 這個 主動 我們 這些規劃 然後 建設 一些權 依 próxim 將來去 常��게요 事件 報道 總常 後面 東西 報道 ie 因為我們可以教會他們經典的要求我們情緒 是不是這個信息要白 給別人知道 其實這種 這種造型 別人的一個非常非常的 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去做這些處理 甚至 他們也說買賣 沒人買賣 他買賣也沒人買賣 現在 道路 開廁後 他們當然他們會帶著鐵皮膚來維生 他帶著鐵皮膚來 當然政府的認定就是維健 維健就是要拆掉 但是拆掉 造成很大的髒亂 造成很大的髒亂 他也沒辦法賣 也沒辦法來去 要怎麼整合 也沒領域人去整合 但這沒領域經合當中 我就是要來去 提供我們 都法局 地震局 包括我們公務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未來 要怎麼來去取得百姓的 樂同文人政府的作法 這就是我們 我要提供給我們作參考 他將就是 我們的 都會去 我們都會去 開廁倒樓後 做成這樣的 無奈 現在 他記得 你告訴我 我再給我 帶著 再來給我 所以這不必領著 百姓的 真的 不知道 要用什麼方法 去 取得他這 第一次用 這就是我們 可能 如果他想到 百姓的 這種的 無奈 我們應該來取 一月 八成的未來 是做怎麼 就來去考量 其實 他這種 就是我要說的 就是 過去 拼了 後面 後面 後面也沒力 到前面買 前面也沒力 到後面買 所以就沒有材料徵合 這種情形集合後 是不是 我們 突發局長 是不是 未來 可是說 我們有 都市計畫也好 我們 一些 所有的 道路用 民間的 土地 計畫也好 我們市政府 計畫也好 未來 是不是碰到 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 我們要來去 考量 這些群零地 是不是要 何必徵收 徵收以後 我們 做 我們市政府 是來做一個開發 整個開發 局長 未來 是不是有這種情況 會發生 未來 李局長 請打呼 謝謝主席 謝謝長議員 我想早期 有可能出現上議員 在說的這種情形 那 我想背後的原因 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因為 黑圖的精度 裝衛什麼 定的誤差 那有的時候是 過去的人 在畫的時候 他沒有注意到 那個地級的狀況 他在畫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 我現在畫了之後 會造成基林地 但是這個部分 議員說的是 我們很支持 那我們現在 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都會 都不會 產生這種問題在發生 我們就是 在畫的時候 在畫的時候 會去看說 整個地級 土地所有全人 跟畫了之後 會不會造成基林地 所以我們現在 有時候也都在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 很多人 齊林地目前 目前可能 我們 前大高雄市 所有這種齊林地 我們都會去 整個 看 很多 很多 整個路邊 其實只剩一個 招筆而已 他也是在那裡 他沒有辦法去整合 很多啊 包括你 封衛鳳山 你會為我們的 水路跟走 走到公安路 你就看到 很奇怪 他在家裡 就像剛才一座 柯 他也 百姓沒有辦法整合 他就沒辦法去整合 總的沒辦法去整合 過程 他帶著招筆 之後 他也是招筆 尾在後面 尾在頭前 這個人就沒辦法去整合 做生 這個時間 一直拖在等 轉到九尾有可能 第一台沒辦法 改革第二台 更加困難 也產生這種困難 這鳳山 應該 我 以鳳山這樣走 看 光源路也有 自由路也有 什麼五甲路也有 一定有很多 包括中山路也有 都是過去 這種情況之下 來產生這種 給八成 他 經常開票 之後 做成這種 沒辦法去整合 這不是說 我們現在未來的政府 我們要來去 替八成 來去整合 別讓八成 到 四月下 為了這個 很煩的應該 以我了解 非常多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 未來我們要去注意到 再來 第二點 我們 國務局長 我要麻煩 就是說 我們鳳山 我們合併以後 到這樣 我們合併 是不是鳳山 跟高雄 是不是要最拉近 鄉 城鄉差距 最近的 就是鳳山 你也知道 我們鳳山 跟高雄市 是最密切 高雄市跟鳳山 是最密切 但是我在 我們的廣義會 的時代 就開始 一直基台 我們的台電公司 我們的電線 要 地下化 我們的電線 要地下化 但是 台電 台電一直 都說是 他們沒有經費 台電 我一直在找他們 他們一直說 沒有經費 但是台電 也有一個方面的 比較難抓好 就是說 他們的電信 要放在哪裡 台電 他們遇到的問題 也就是 那個電信 要放在哪裡 也有電信 已經都確定 要放在哪裡 結果 人就會反對 不要放 是不是這個 電箱的客戶 是不是我們公務局 跟台電 是不是又要來達成一個共識 找個 適合的地方 來讓他可以 取得這個電箱 電箱的位置 很多都是為了電箱 他本來他的工程都計算好了 要做了 就是 尋到電信 不要放 也就是尋到這種情況 是不是我們 電線 是不是鳳山 這部分 給本來 我們的自由路 給我們島的門口 本來是四人前 就給我答應 請去 都發文給我說 比如說 在四年前的六月三 直號以前 就下架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還 沒叮噹 機長 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可以 跟台電 來怎樣 取得一個共識 可以 只要去 把風山 很多八線 才來 告訴我 那電線 密密麻麻 真的很難看 是不是這個 有 我們有空間 來跟台電 去 怎樣去 協助 台電 那經費怎樣取得 是不是我們 可以向中央 來 輕輕 撥走 還是怎樣 是不是鳳山這個 電線 為讓紮體去 來去 落石 下架 局長 是不是 要找 哪個單位來去 協助這個電線 趕快 地下化 局長 請答應 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有關 我們鳳山區 染線下地 鳳山區 染線下地 達到百分之七十 所以說 在我們 整個 三十八區來的比 鳳山區 是排在前半段 排在頭前的 所以說 在我們 這兩年來 不管說 在我們的 一些路段 包括大東 二路 和德街 這都有染線下地 阿建議員 這麼說 主要有 染線下地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便電箱 到底要放在哪裡 所以說 我們也會跟 鳳山區處 來做一個協商 其實 萬五跟電器 再跟台電 這個鳳山區處 都有在協商 那這個經費的分擔比例 是各出百分之五十 阿建議員 幹部局這邊 一年都便宜兩千幾萬 所以 所以 包括我們鳳山 地區 還是其他的地區 都有在籌劃 這個染線下地的計畫 好 局長 我 其實 很期待 就是說 因為我們 我們 合併它就是說 我們鳳山跟高雄市 就是最密切 其實我們鳳山跟高雄市 過去的高雄市和高雄館 我們現在 合併如果沒有分 我們要高雄市高雄館 高雄館 鳳山是最密切 其實鳳山 是一個指標 我這一期待鳳山 是一個指標 鳳山 就是一個指標 當中 是不是要加快 這個 八星常常來 你幫我念 念說 你 在議會都沒有在翻營 像那些電線 都這樣 都沒有在處理 這樣 這就是說 麻煩局長 跟我們台電這邊 是不是加快 腳步來去 把 把這個電線 地下化的 工程 趕快完成 好 謝謝局長請坐 接下來 我們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 剛才局長 我要拜託那個 類似 因為我們鳳山 是不是 我們的 憲兵隊我以前有提供過 這個 這個 鳳山 那個憲兵隊 就在我旁邊 齁 是不是我們 要跟 國防部 齁 國防部 來取得 這個 土地的開發 讓你鳳山 憲兵隊 現在 正在懸室空間 啊 放在那裡 啊 我們 是不是 我們要跟 國防部 啊 金貝局 來去取得 這個土地的開發 是不是 加快 我們要去用哪一種方法 來加快 腳步來開發 這個我們 鳳山的憲兵隊 因為鳳山自由路 可以說 在我們 高雄市 可以說 包括 未來的 衛武營 國家公園 將近完成 是不是 來加我們的 鳳山 自由路 啊 這個土地 我們是國防部的 是不是 我們 我們 我們用什麼方式 來去跟國防部隨自 來協商 我們是要用什麼 土地來去交換 還是要怎麼去跟國防部 協調 我們的鳳山憲兵隊 要怎麼做一個開發 局長 這個 這個是不是有這個空間 局長請答覆 李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董議員 因為我知道議員 之前 就有在關心這塊 我希望說 憲兵隊 再走才能做 其他更好的使用 但是議員 在問之後 我們有去對中 對中這塊的情形 我們本來是 要去跟他談 結果我們發覺說 那個 國防部已經 把這塊憲兵隊 一定 同意拔給802醫院 去做他們的宿舍 所以這是我們最近接到的消息 等於說 國防部已經把這塊 補給802 要做宿舍 可以等於 讓他們做宿舍 做開發 我不知道是要用蓋的 還是要怎麼樣 反正現在 國防部一定 發一個 叫802醫院 說 同意把這塊憲兵隊 這塊土地 交給802 去做他們的宿舍 這什麼事了解 因為宿舍 就用原來的建築物 來去改變這樣而已嗎 就是不知道他是要把它拆除重建 還是要去整建 這我們不清楚 但是 剛剛知道 確定的就是說 這塊要給802醫院去做他們的宿舍 這樣 可以這樣 謝謝張議員 接下來由蔡敬彥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議會同仁 那各位公務部門的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午安 那我有一些問題 來跟我們公務部門討論一下 我先針對公務局的 我先講一件事情 我想應該我們建管單位的 可能很多其他局處也知道 大概兩年半前了 在左營區發生這個電梯殺人的事件 大家應該還有印象 那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因為這個案子我想很多 很多同仁也關心 我跟他說報告一個好消息 就是在今年的2月16高等法院宣判 宣判判決那個維修員李先生 業務過失致死 那但是刑期是5個月啦 5個月而已 得益科罰金 那我想這個可能也不是我們 能夠努力的地方 我要講這件事是 其實一生是沒辦法 那我看了一下判決書 看了頭就很痛 因為那個很複雜 簡單講 其實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它的配電盤裡面 一個小的東西叫做 可程式控制PLC 那個東西有問題 那個做什麼 那個控制電流 跟煞車通電 那1省跟2省的判決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這個維修員 有沒有義務知道 這個PLC什麼時候得更換 那當然1省就認定 1省的陳審法官就認定說 這個維修員 他是沒辦法去檢測出來 那2省是認定 那差別 其實他裡面有提到 他可以透過電流去測試 就可以知道這PLC 該不該更換 當然也有很多技術報告說 PLC在什麼狀況 可以用兩百萬次 一千萬次等等的 要講這個事情 其實 就是希望說 不要說 那事情 兩年半過了 我們又把這個事情給忘掉 我希望 未來我們在檢測 因為現在電梯 我們在高雄大樓的人 太多的 有走路的人很少 一定都坐電梯 那我想電梯這個真的是 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不可避免的 講運具也好 講什麼 就是一個工具 我們如何確保它 我希望說 公務局還有建管處 在這一塊 未來 我們是不是 除了 發生那次事件以後 那時候是黃處長嘛 對不對 我們有做了 一個 通盤的這個 大高雄的這個電梯的 提檢以後 那未來 針對這個案子的判決結果 我們有沒有辦法 來提出一個 應應的方式 讓我們的這個生活 可以更有保障 這個等一下請局長 也一併答覆 那當然 再來 這個去年 我也跟局長問過了 我有跟你討 我們的大中 隔音牆 你跟我說 那房子是很大條 過一年 我不知道我們裡面 叫會是怎樣 待會也請 那個 趙局長簡單答覆 那剛好 有另外兩個問題 剛剛聽同仁在質詢 我也想到的 第一 剛剛局長有講到 我們的那個 新生路路面的問題 我 沒有完整聽完 但我印象中 那個 趙局長是說 新生路比較沒有那個 粗粗的問題 也是有 我就是要跟局長講 我們 要去騎經 過港隧道都會經過 那 還不嚴重 我不知道是 我的車輪比較壞 有時候開過去 因為它高地不平 你怎麼去搞到 就會被騙 就要特別小心 那是我們那個 曾 曾主席的 他的那個選區 我希望這個部分 是不是未來 局長有提到說 有一些新的技術 這個事情 局長也能夠 如果不是我剛剛講的 那就 也沒答覆也沒關係 時間有限 那最後一個就是 剛剛講電纜地下化 我希望 我忘記我上個會期 有沒有講過 我們的古山山路 跟古山四路 這個電纜 他的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 他整排都有行道樹 好行道樹 如果 當然很漂亮 那當然對 對環境都好 但是他就在 電纜旁邊 就在電纜旁邊 如果要加修 就很麻煩 所以我那時候 應該是有請局長 是不是請局長 看看我們 在這部分 是不是有辦法讓他 其實電纜地下化 是一個比較 自本的方式 那 因為那一段 可能好幾公里 那費用也很多 那這個 我們未來 因為 發生好幾次了 應該是去年 剛好颱風過後 颱風一掃 葉子一打到那個電纜 整個內圍地區 整個停電 內圍地區整個停電 那個停電的狀況 如果剛好 黃局長來為人 來為停電是怎樣 那真的很暗的 整個看不到 有一邊去那邊 就在建榮路上 那個剛才的黃局長 他們處理 那裡剛才就停電 那整個真的是 身手不見 或是暗米索娘 因為那邊是 傳統的一個 舊部落住宅區 沒有其他的 這些什麼大商家的 這些能夠有 備用電源什麼的 所以一停電 全部都按的 那這幾個問題 是不是請局長 一當甘丹 麻煩局長甘丹答覆 局長請答覆 那個高山路的部分 一路二路三路 以高山一路二路的部分 真的設計 我們要來發包 那谷山山路 我們是把它放在後面 另外 電梯的部分 那個事情發生後 我們也用一個 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 知識條例 這個行政院合備了 那最主要的內涵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們電梯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滅滅 會加強5%的 加強檢查頻率 另外 你說新深路的部分 剛才我說是我們整個擴建路 由新深路 往塞 到55號買頭 另外在新深路這一段 就是由我們擴建路 到前陣橋而已 你贊政局 又過到 後面那裡 漁港路 又過到 既定國防隧道 那個是沒有用我們這個方式 那還沒是不是 還沒有 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準備要做了齁 這個 這個董人 當然要含港路 說 預算可以的話 是請局長 因為那條的比較費用 大車很多 我知道 因為我們整個 大車 大腳車 會走高架橋 所以可能那個 慢慢測測的程度 會慢慢會減少 那還有那個 隔音牆 隔音牆的部分 我如果說到 基本上 我們有討論過 兩遍或三遍 其實我的看法是 隔音牆加上來 我們要花7萬 我們是想說 在整個 噪音的影響因子 就是凹凸不平的部分 為讓那個 文字路往到催化路的部分 這個AC 跑步 我們會來做 另外 就是說 我在想說 我們有需要真的要做隔音牆 我是說 在我們的大樓 既幼的大樓 一定建成的大樓 是不是這些 因為有幾戶 它的 硬背是測不過的 我想說 這些 不是用 改一個 氣密窗的形式 來做這樣的改變 說不定會比較好 而且我們花費的金額 會少 而且 得大的整個利益會更好 我想是 是不是這個方向也可以走 但是我們 第一個步驟 我們會把路面 凹凸不平的部分 先把它跑步完成 短期內可以做的 我們先去做 車速 路面 我想這是主要的噪音來源 對 好 謝謝局長 那再來我就要請教杜發局長 其實這個跟公務部門也有相關 因為建管處長 應該知道 蘇處長 最近我一直關心 就有一個建案 他是在這個 美術館地區 那 不知道 我們有一位同仁剛剛有跟 趙局長談到的 這個 夜間施工的問題 不過我要 抱歉 我要跟趙局長說的 他不是夜間施工 他是深夜 甚至半夜施工 美術館是什麼 住宅區 那 其實 陳情的人 他最受不了的就是 欸 怎麼 可以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當然 我知道建管處也有依法啦 來做相關的一些處分 不過我要 知道 我們當然認同 過去十幾年來 我們都發舉 為了高雄市的發展 希望我們天際線 比較漂亮 或者是說 在TOD 什麼的 容積的開放 那我們發現 那個問題在哪裡 他要深開挖 其實也不是 超深開挖 黑咖地下六七樓 那是不是 局長 因為你的專業 相當的挖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做連續幣 我們也要保障它的安全 對不對 像這樣一個單元下去施工 大概要多久 是非得做到半夜不可 還是工法做天 調整是可以改 是可以去客服的 請局長答不 邵局長請 打扶 基本上 在基礎建築物的施工 最晚最晚是 控制在晚上十點 那當然他要進來申請 那到整個集員公告到深夜的時候 如果必要的話 我們可以讓你來停工 其實 我們生開化 在做連續拼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要求他 說你在整個聯繫幣區塊的 區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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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要去調整 譬如說你要搖完 你的鉗筋都放下去 馬上用特命館來灌水泥 他也要有一定的時間 那這個也一定的時間 就是廠商你要自行控制 控制不要超出十點 謝謝局長請坐 那就我去了解 好像 如果你准他做那麼深的 他不得不做到那個時間點 你以前 你也是被罵 那你晚一點 就是前後就是要那個時間嘛 那這就出現一個問題 是不是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蓋這樣的建築物 合不合適 這裡蓋完齁 旁邊有一個現在在走環坪齁 要蓋60樓 高度我們不管 地下室他會挖幾樓 我現在我不是很確定 那會不會再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當然現在他們都是依法申請 我沒有說他違法 他違法是他施工的程序 你在一個住地區 讓他 讓他可以合法 不要說讓他 他可以合法施工做到超過10點 我也不知道超過10點 因為你說他不合法 但是又有公安的要求 這樣其實都很相貌 自相矛盾啦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 透過 讓都發局知道 未來在這樣的 一個都市的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如何 不要讓這樣的問題發生 一再發生 不要一再啦 除了這個案子 據我所知其他地方也有這樣的案子 那六七十米他不得不嘛 那頭抬起來 下去 他要再放金 即便做一個單元 那時間都要很長啦 那像這個問題 是不是等待會請獨法局長 來回答一下你的看法如何 你覺得有沒有辦法去做控制 其實容積是一回事 我們都省也可以做限制啦 在這部分啦 那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 該找誰比較好 因為我也跟其他單位 其實就是 車道出入口 我們遇到一個案子啦 車道出入口 真的出來就很危險 出來就是馬路啊 他要裝那個反光鏡 那反光鏡裝哪裡 當然是裝車道 車道是什麼 車道的土地是私人的所有 交通局又不能做了齁 那我想要希望的是 哪一個 是獨法局這邊 或者是建管處這邊 可以事先要求建商 因為我們現在的標準是怎樣 他如果有送交品的 通常他在那個階段可以做 但是不是每一棟集合式住宅再蓋 都需要送交品好像是這樣齁 他要超過一定規模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標準一定規模 是我這間建築物喔 但是交通往往是在外面的影響喔 所以他本身可能 住沒多少人 可是他車都買出來 外面的車流如果很複雜的話 有必要裝的話 讓房子蓋好了以後 可能過了幾個月幾年 發現這個問題要裝 要找市府 當然其實大樓如果可以 他們自己裝也是OK 我希望說我們可以把這個先把關好 哪個單位 是不是請獨法局先看看 我們局長的看法 這是小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多人的 心裡面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 有提到金馬賓館的事 那當然我們有 現在有要處理一些程序 其實這個問題我大概兩年前 本來希望那邊有一個類似 社會處宅的東西 應該鐵路局的土地嘛 那當然 後續 獨法局有介入 那要招商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啦 私心覺得 是不是有可能啊 它是一個新創空間 就像 延城公教市場的三樓一樣 那新營更多的人 因為這個我在去年的這個 總質詢有提到 這co-working space 高雄現在 不管是公部門提供土地 跟私人公司去做合作 還是乾脆 就讓金發局來做 還是怎樣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那個是可以串起來的 跟延城區的這個 打告是可以做連結的 因為那個空間其實相當有限 那是不是請我們 獨法局長針對這三個問題 答覆一下 李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 我想針對第一個問題來講 我們這邊大概獨法局管的 我們的權限 有些案子就是必須 一規定它要送到都市設計的審議 那我可以就我們的經驗來 跟議員這邊做個報告 就是大概在送到都市的案子 我們通常是盡量避免它過深的開挖 非不得已 這是通常是在非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才會這樣子做 所以剛剛議員提到的問題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是施工的規範的問題 也不是規範 規範都有 就是說施工的方式跟施工者 營造業者他們自己 對於周邊的這些居民 他們的居住的安寧 我覺得他們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那所以在都市設計審議的案件來講的話 我們通常就是對於這種開挖 地下的開挖的比例 包括說建管我們公務局那邊的規定 建築的相關的規定 跟都市設計審議這邊的規定 我們都會有 都有一個說是你最多不能開挖 那多多少 那多升的話 這個我們會把關 那至於車道出入口這件事情 陳部議員所講的就是 不是每個案子都會送都市設計審議 也不是每個案子都會送交平 所以有的是在就是公務局這邊 他們會去做把關 那有的案子就是由我們都省跟公務局的 那個建造的育成小組我們共同把關 再加上交平的這種多重的把關 那所以車道出入口對我們來講 一向是我們都市設計審議裡面 一定探討的一件事情 因為都市設計審議的最大的 其中的那個核心的價值是在於說 我們不希望這個開發案 它的造成的外部衝擊影響到周遭地區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向是秉持這個 這個原則跟這個價值來去審慎的檢視 每一個送進來督審的案件 那最後金馬賓館我想 今天不管是交給誰做的 金馬賓館我想議員非常知道 這個是不是市政府的財產 這個全部都是包括說建物跟土地 它分屬不同的中央的單位 包括有鐵路局然後有軍備局 那現在經過一年協商 好不容易之後大家採取一個公式就是 送交讓他們把它還回去給國有財產署 那由市府這邊來跟國有財產署 這邊來合作 那所謂合作的概念就是說 建物土地都是國家的 但是由市政府來這邊來進行招商跟開發 那所以我們這個案子確實像議員講的 我們也都有設想這樣子所謂的議員提到的 所謂的共工的空間 co working space 這個東西我們也是把它設想在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未來的話是會透過所謂的提案的方式 我們會設一些審查的標準 提案的看他們提案內容 反正我們會選擇一個最適合我們古山沿城地區的一個團隊 來去進行金馬賓館的活化再利用 謝謝喔局長 那我想好好把關 那宣布的最好 這個是瑞士的 那就是最好的地方 對 我們很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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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很多人都住沒多少人 那是被外面的影響 但通常這個是我們做交平 沒辦法去管道的 那這個東西我想可以事先 會後我們再討論時間有限 那第一個問題 我還是覺得 除非啦 因為我有去看了一下 因為施工不是我專長 所以我是念工程的 我去看日本的文獻看了一下 我沒有找到說 有什么连续币可以很快去做好的 他都要时间 那我的意思是说 让他准可以开挖那么深了 那到底他的工程技术是 假设是做一个单元就好了 最一个minimum就是一个单元 是不是非得做超过那个工程的时间 还是有新的技术 有什么 我去看他有很多很多什么法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需要多少时间 那我想这个会后 我觉得我还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 那也会跟各单位来了解看看 怎么样保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真的那个是 很不可思议的事 主地区结果在那时间时间跟拌命 那就我了解 因为公安的问题也不能去 真的去完全禁止他 那只能开发 其实这是有很大的漏洞在那边 那我希望会后 我们公务部门 也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问题 那怎么让我们能够住的有保障 那以上感谢 谢谢主席 好谢谢蔡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陈慧文议员花言 时间15分钟 好谢谢我们的主席 还有公务部门的相关局处 我想 我想 我想PowerPoint应该不清楚 那我用口述的 这个是有关于在我们 它原本是 第65期凤山区过皮段 自办四地重画 那现在PowerPoint里面列出来的 就是它之前自办重画所归纳出来的一个区块 那但是在 这个是在凤山过皮 过皮里跟小港区的交界 那整个重画的一个区块是在那里 那但是呢它一开始它是设定要自办嘛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自办的重画会 就有接到我们市政府的公文 说因为有一些还带解决的事情 包括有信仰中心 就是他们有个福德工 那里有抵触都市计划 那已经就是目前了 就不准于同意了 那现在是在宿院当中 现在在宿院当中 那我想 这个区块的所有的地主们 他们真的很希望赶快来做一个开发 因为这里的土地呢 有很多就是中青共有 那有时候是一块土地 然后是这是算周神的流来 祖公的 祖公的流来 所以有可能它已经好几代了 所以到了现在呢 有很多一块土地它是很多人共有 那现在的土地所有人 他们都很希望说能够尽数来开发 第一在过疲离的整个区块里面 它等于说是最后的一块拼土了 那也希望说开发能够促进地方的一个繁荣 跟发展 那这个部分 我想是不是等一下 我们请地政局长 目前是在宿院当中 但是如果在宿院之后 它还是驳回 或者甚至现在的置办重化会 它自动 它自动然后把它撤回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呢 也是赶快用 比较快速的这个速度 然后呢来帮忙 这些地主们他们的诉求 希望能够赶快促进 这个地方的发展 然后来赶快 尽速做开发的这个计划 是不是能够请我们局长 能够回应一下 黄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宇言的指教 这个过疲65起的置办重化区 它是一个自行勘选的一个重化区 它不是整体开发的一个地区 所以这第一点先说明 那第二点呢 这个地方 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市政务为什么不准它 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福德宫 土地宫廟的事情 主要就是这一条现有的 都市计划道路 破过业庙来的 所以当时是有信徒 他有向市政务来陈勤 那我们也考虑到这个 如果不解决的话 将来办起来也是相当的一个困难 所以当时就基于这样的理由 不准它 另外也 他也提出数验 数验他也输 他现在提起行政诉讼 就刚刚陈宇言所讲的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 都市计划 现在正在通盘检讨当中 而且据我了解 他们也有提出说 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道路 我是觉得这样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造成多影 第一个道路可以开辟 那么这个 也没有去听到 也没有去损到 这些土地公庙的一个完整性 将来 因为如果是变定了的时候 如果是说他们愿意 购回 然后要求公办的话 那就必须要 请他们能够 过半数的一个 过半数的一个同意 用那个土地 用平均地点条约第57条的规定 过半数的同意 这样的名义 来申请市政府来办理这个公办重化 火车的话 目前我们在 目前的一个状况是 还没有要介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刚刚也有讲 我后来有说 如果现在的置办重化会 它就是自动策案 因为现在行政诉讼 那这个部分 如果后续是过半的地主 有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那我们市政府是可以来 协助来做这个开发的 是这个意思吗 我方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都市计划没有变更之前 你即使公办也好 置办也好 都会拆到那个庙 那我的意思是 都不是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是应该照理讲是要 这个都市计划变更完了以后 绕过那个庙 把道路系统做一个整理以后 再来考虑这怎么去开发 可能会比较适当的 假设 假设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 包括这个庙宇 他们都是说 OK 再不用去经过我们都市计划变更 然后呢 就是遵照现在的模式 然后也有过半的地主 也都同意 包括要拆庙 他们也都同意 我说假设 那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来 用最快的速度来进行 你懂我意思吗 就说 因为你刚刚的建议说 为了保持他这个 那个信仰的一个完整性 其实建议他们先 经过都市计划变更 然后 但是如果 如果他们也愿意 来配合市政府 如果说 能够事办 能够 尽速的来进行 他们也不用去等待 都市计划变更 也情愿让你拆庙 我假设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的地震局 还有其他的围栏吗 这个另外跟陈远报告就说 他当时提出申请的时候 只有过半一点点而已 还有一部分 百分之四十八四十九的人 都表示反对嘛 那反对的这个民众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过去的 过去的 那里的古侠 那里的那里嘛 因为他那边 有房子都已经建好了 所以 大部分的民众 也都是在那边 反对的部分 都集中在那个地方 所以将来 如果说 他们任意 选与的那个 株式计划 他们任意 能够接受 我也是希望说 哪种要新铅公办的 最起买 那种反对的部分 那种阻力要化解 将来才不会说 到时候去办理重划的时候 还要贴在他们的家 在那里空清 我是觉得这样的话 都不是我们应该 下去办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这个部分我想可能 他们也希望说 他们的唯一的诉求 就是竞速 然后所以他们也很多事情 是愿意协调的 愿意退让的 我想这个部分 先让我们局长 也有这样子的了解 那这个部分 容我们事后 我们再来做研理 因为你可能 以我目前的了解 现在可能就是说 你担心太多了 那但是容事后 我再跟您 再做一些 再进一步的沟通 第二件我想 因为我有看到我们 出发局 那一个 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 那也有提到说 闲置资厂活化利用 那里面有包含了 我们五甲台电宿舍转型公共 出租住宅 那现在是 可以说是市政府的第一个 第一个案例 来做这样子跟台电 来做租用 然后来提供 未来说要提供给社会局 跟原民会 安置或照顾有迫切 民众需求的 的租用 那我不晓得 因为这是六月份 那我也去 找了一下社会局的相关晚宴 然后也找了 这个 这个 原民会的 我没有看到它里面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一个叙述 因为我们说 有25户 因为我们总共住了55户 那有25户 经过稍微整理六月份就要释出了 那我不晓得 这样子的一个到时候的一个 申请的一个办法跟资格 然后内容是怎么样 因为这里真的不是很清楚 那等一下请我们的 李局长也稍微回应一下 那 再来就说我在这里先谢谢我们资局长 因为之前我邀请我们资局长到我们凤山二甲里去看会看这个公园 那希望能够再做一个改造 那资局长也很快的速度 就在当场去指示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在这里也谢谢我们资局长 对这个公园的一个重视 然后包括八仙公园 目前也是如火如土已经在进行 然后在这里 我想这个都是本席一直有在push的案子 然后也在这里谢谢我们资局长 那但是呢 就是说本席也接到我们民众的一个 呃 请托跟诉求啦 因为我们现在也一直 有关于应该是养工处 就是凤山体育园区的规划 那目前我去要资料 然后我们养工处说都还在 都还在 还在规划 规划当中啦 但是因为 我想 应该 局长也了解 因为凤山区 体育园区那个区块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运动人口啦 吼包括 吼原来的网球场也好 溜冰场然后 体育馆游泳池还有 吼这些 原来他就有很多的运动人口 但是大家都 对未来会怎么去规划内容真的 吼 众说纷纭啦吼 那我们只是了解说 这个凤山体育园区未来是 希望能够让他有一些 吼公园化然后 绿化我们的了解然后包括 体育场的 吼体育场的作息是希望 是用 吼有点 斜坡式然后 那民众能够很舒适的坐在那里 但是 就很多体育 人士的一个见解啦吼 他会说如果我们的这些体育设施太过于公元化的话 在未来的使用 吼然后 包括 要维护管理 真的 呃他们现在在预想 就已经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扰 吼那包括现在也很多 的讲法啦说包括网球场 溜冰场 吼这个 以后可能就 吼因为 家的思维因为养工处现在在设计吼在规划设计这个思维以后可能也不会管理也不会有管理室啊吼就是每个去那个呃这些球场不会有管理室那呃我有请教体育处我说如果没有管理室对以后你们的管理呃接收回来要管理有没有问题吼他们说他们真的很有问题啊我想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呃希望说 就今天吼 本席在这里希望能够跟养工处以及公务相关的吼对这个案子可能吼要一起去研议的这些相关部门 因为我觉得既然叫做体育园区啦吼既然叫做体育园区可能要多一点的思维是 怎么让这些体育人口在使用上吼能够更方便性然后以后的赛事再举办吼也也能够吼不会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 包括我也听说吼可能停车空间大幅的缩减吼那我也会设想说那如果大幅射大幅的缩减那以后大型赛事那真的整个凤山的市区真的会大塞车吼会打结吼我想这个部分都希望说能够提供给我们呃养工处吼来做思维吼真的呃我们很期待他有一个新的风风华吼但是呢希望是新的风华是加分的是正面的是吼向上提升的 而不是到后来解决了部分问题又制造了新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最害怕的 解决一部分但是又制造更多新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出出这个这个原因就会被打折控 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李局长先回应然后之后再请我们的看是养工处处长还是公务局局长 好请李局长请搭呼 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我想那个凤山五甲那个台电宿舍这个是 呃五十五户那我们当初找到这五十五户的时候因为就马上联络了我们师傅的相关单位 专门在照顾弱势或是有迫切需要的那个单位 所以我们是找了圆明会跟社会局 那所以关于入住的办法资格来讲的话就是会根据圆明会跟社会局他们定的定的条件来来去处理 所以六月份如果要来这样子的一个 六月份的话那个是二十五户那因为圆明会他那边有一些需求 那我们会先交二十五户交给圆明会 诶那圆明会的网站也没看到啊他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圆明会本来就有一个他的那个办法 所以他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有类似这样圆明会的一个 那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个是第一件嘛 那未来有关于资产活化的部分还有没有下一个案 我现在正在一个一个在跟其他地区在谈当中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老师跟议员报告啦就是 其实常在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这些闲置的房舍啦 那这个房舍的清查会比较耗费时间一点 那我们也为了这件事情到了国产署去拜访 希望说国产署那边能够协助我们 看看说高雄市辖区内 有没有一些区位条件还不错 生活机能比较便利的区域 有没有类似这样闲置的这些房舍 可以提供给我们知道 那以方便我们进一步去跟这些那个全管单位来去恰商 那所以有未来有进一步的一些消息 好消息的话那我们会再跟议会这边来做报告 OK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被标签化啦 因为既然是属于公共出租住宅嘛 那可能就是顾名思义可能就是比较是经济弱势啦 或者比较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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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势的这些 再给两分钟谢谢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化整为零啦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一些 专业上的一个 的处理可能要麻烦也 都发局要去注意啦 然后还有租金你们怎么定价的本席也很好奇 那农事后我们其实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就是看看说我们的成本是多少 然后有一些搭配一些某种程度的补贴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被补贴啦 就是而是说 他是符合某些资格的 然后包括園民会跟社会局他有他的补贴的机制 那标签化这件事情我们都一直非常在意啦 那我们也认为没有人应该是被歧视的 那我们也会注意 好谢谢 然后请我们看是公务局长还是养工出处的 谢谢议员喔 今天在说的就是我们的风扇律度星啦 其实我们的朝向是 森林多元 森林多元运动的公园啦 其实里面包括我们道路开辟跟道路改道 各有道路我们整体景观的改造 还有我们体育设施的改善啦 那当然在说维护管理我们是 跟教育局体育处 会朝向一个 自常性的维护管理啦 刚才那个纪文还在关心说我们的维护管理室 其实我们的整个体育设施里面包括 都的体育馆游泳池 羽球馆里面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在里面就做一个维护管理室里面 不需要在我们的这些 体育设备之外 再做一个维护管理室 这样子可能 你比如说你的溜冰场 设一个管理室 你的那个网球场设一个管理室 那跟改造前跟改造之后 没有两样 坦白讲 所以我是觉得整个思维要改变啦 不是说我以那个溜冰场我要设一个 溜冰场的维护管理室 以那个网球场设一个网球场的维护管理室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我说我是认为 大家的思维要改变 那就是说那个停车阁的部分 其实既然说了很对 我们改造之后 当然周遭的道路 周遭的道路我们都有停车阁 我们都有那个算过了 现在有多少停车阁 未来改造之后会有多少停车阁 应该不会减少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谢谢议员这样的关心 谢谢 好谢谢 呃 陈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高敏林议员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谢谢主席 呃我们市府的各局处单位 还有我们关心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首先针对我们公务部门的几个相关局处来提出一些 呃建议 还有一些疑问 那首先我也非常肯定我们特别是公务局 在我们大岗山跟北高雄地区的努力啦 包括我们阿公殿森林水库公园的 呃 若晨 包括我们即将要来做这个天空步道岗山之眼 那还有已经完工的包括弥陀的公园子官的儿二公园等等 还有一些道路重要道路的刨铺 那我想在这边本期间代表我们北高雄的这些乡亲 市民朋友 那跟我们的公务局表达肯定 但是呢 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 可能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局长 第一个就是我在业务报告里面看到我们雁朝动物保护园区啦 那 上面写说三月完工 那可是 很不凑巧 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市议会的农林部门 呃农林小组一起到雁朝区去考察 那就发现其实根本还没完工啊 那我不知道这个报告为什么这样写 这第一题 局长您先请坐没关系 那第二个再来是岡山的河堤公园啦 岡山的河堤公园本席在去年也会刊多次 那当时也跟我们公务局养工处 然后包括我在第二个会期的公务部门咨询 也一再的要求 恳求我们公务局能够重视 那也把一些我提出来的点 比如说我们 岡山河堤公园里面 包括金钱树的 设置环状座椅 人孔盖 不平 还是说有一些老人的一些 运动设施等等 还有长期的积水问题 还有厕所排水问题 种种 是不是能够纳入我们的改善计划 那原本 我记得 局长您上个会期有跟我 答复 说应该 照理说今年现在这个四月份就要完工了 为什么延宕 所以我觉得 好像是不是有点奇怪 原本根据我们 应该是高市府 我们这工资 第104 3888 9800号的 这个 公文里面都 讲说 原本这个公园改造计划预定 去年的12月底就要公告 那明年的四月就今年四月要完工 那为什么 这 这些东西怎么都延宕 我不太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第 再来 这个 第三个有个问题也是我们钢山区 钢山区我们嘉兴桥前面有一个开关箱 那本期 大概前几个礼拜也跟 我们 立委的服务团队 那包括我们高工局的 中央地方的单位跟我们的养工处一起前去会刊 那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桥上有一个开关箱 还有那个红绿灯不亮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开关箱就一直在那里 那民众买了一块地 那个开关箱 不偏不倚就在他那块地的正前方 正中央 所以呢这块土地的使用上他未来 货车要进出 都没有办法做 那我们就期待能够尽量来做迁移的动作 结果呢会刊了也协调了 发现我们的养工处 然后跟我们高工局都很会援引法条 都在援引公路法 公有设施什么 大家都援引 然后都跟大家都没关系 不是中央的 那地方我们地方政府公务局 养工处也觉得不是他的 那就推来推去 推卸责任 那到底民众的权益 受损这谁要来负责 再来 道路的开辟拓宽 还有跑铺 大概有几个 包括我们钢山186线道 靠近渣道 交流道渣道部分的拓宽进度 还有我们本公路一直 本公环东路一直到前周桥 这拓宽的进度是如何 那燕潮国道10号 交流道一直延伸到 46跟186甲 还有我们很多民众都在网路上 跟脸书上跟我关心说 我们1号计划道路已经开辟完工了第1阶段 那北段到底什么时候要做 这个 宫崎不敏跟到底有没有市府要做 那 导致很多的大车都会经过我们燕潮的市区 非常的危险 那接下来也是都 桥头区 包括高36-2甲速路的拓宽 包括新装甲为断的这些道路拓宽 我想这些 本期上面讲的这些道路 很多都是要跟中央申请经费的没有错 但是我期待是不是在 在骑程上能够竞速加快 同时 因为我看很多你都要到107年才能完工 还能通车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加速进行的可能 因为 这些都是我们大岗山地区长期以来 大型的拖板车 大型的货车 还有跟我们名车机车 行人征道的地方 而且经常发生 A1的死亡车祸 所以 上述的这些道路的 拓宽也好 开辟也好 相关的进度是如何 那以上几个问题 我想先请我们的公务局长来做答询 谢谢 赵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基本的那个验走动物保护官员员区那个部分 确实新工处的部分是在3月29号来完工 另外基本 你说的可能就是 外面的那些道路的部分 另外就是说 台湾一些在植栽的部分 那是动保处要自己处理的 基本上 新工处的部分已经都完工了 建筑体部分 所以他周边的道路跟植栽是属于我们农业局动保处要处理的 就是动保处要处理的 另外基本在说的 合体供应完工的部分 这个会在6月 会在6月来完工 另外 现在工已经发包了吗 这次做了 6月会完工吗 6月会完工 因为民众反弹很大 从去年说今年大概很快 3月会好 一直延宕延宕延宕 我想我们养工处应该在 就是那边的里民 要再跟他说明一下 好 另外那个 在说加薪草开关生互的事情 我们 由我们养工处来做一个迁移的动作 我们养工处来处理 好谢谢局长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当天去会刊 其实前刷没有多少钱 但是民众观感就会很差 民众不会管你这中央管地方管 他就是想要你赶快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没关系我们养工处来承担 好谢谢局长 那来就是 另外头头来说钢山一把 还有其他的 我想是不是我们用书面 把详细的进度 包括 跟中央的补助款 或者我们这边 详细的包括规划设计 花包 各项的进度 会详细 我们给高议员 好谢谢局长 我另外特别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钢山阿宫殿溪沿岸有一些景观的工程 那前面就是水质改善的水利局的事情 那后续我们改就是在我们阿宫殿溪东岸 这边有一些改善景观的这个改造的工程 那我大概也想要询问一下说我们的进度 因为我据我的了解 应该细部设计应该已经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嘿 那个部分已经花包了 是 预计也差不多在10月会来完工 所以 那个工程也差不多有3000万左右 是 那中央有补助 补助多少 中央补助 这个是不是我们查一下 没关系 总而言之这些 上述这些东西我想是很多高雄市民会觉得疑惑的 为什么疑惑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高雄市在县市合并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城乡差距 所以我们很期待说 我们高雄市民特别是过去 北高雄这些我们常在做一些道路僻建 然后地下 地下水的工程 这些 其实对 可能市区的民众无法理解 就是说 是怎样高雄官 过去高雄官 这 新外 拼一拼 这次 那过去的人 没做的 我们不用去批评 但是就是说 期待 我们在 特别是在 陈菊市长的任内 107年底 我希望我们 不管 新工处 养工处 我们特别是公务局 真的要加紧脚步 让我们的市民有感 让我们北高雄大岗山的地区看到 不管是陈菊市长的施政 看到我们公务局施政的魄力 那这是以上 特别提醒你 谢谢 那接下来几个问题 我想要特别请教一下 都发局跟地震局 那首先我要先肯定两个局 两个 局处的努力 就说 我们今年 我很开心看到我们都发局 针对我们内政部营建署 要给我们的 这个区域计划的这个规划里面 要给我们的产业用地 好像评估的太少 根本就不符合我们高雄市的需求 所以呢 我们都发局也非常的积极就发了一个文去中央了 那后续我是想问的是说 那后续我们这些 我们产业的用地实际上不足 包括金发局这边要提报的一些产业用地的需求 甚至园区的需求 那甚至我们整个大高雄地区要发展农业的部分 要发展产业的部分 甚至北高雄的海岸 我们甚至也有这个 养殖园区的这个规划 但这些用地 有很多都是要 涉及 都市计划 非都 土地 涉及很多很多土地 使用分区 那我觉得这是 牵涉很多局处的事情 所以到底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跟愿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也要肯定地震局 很多的民众 他们过去可能 从日据时代 在地集的 不管是土地的登记也好 或者是说 自己家里的主措侵占到公有地 然后长期不知道 或者是等等很多问题 那我非常肯定 我们地震局 就是在一些 民众的 服务上 还有包括这个 我们地方上 岗山地震事务所 耐心的去协助民众来 不管是 套图也好 解说 不厌其烦的 还有很 很棒的沟通技巧 让民众 去理解 那 这些都是对你们的肯定 但是最后就是说 我们在 做这些 地集的 清理也好 或者是说 我们在 找这些 有被 地上 不管是地上 土地被侵占的 然后要清查的 这些 把土地 讨回来的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 民众 他们 过去真的是 有有相关的证据可以去去证实他们过去曾经 是 拥有这个土地的 那我也请 我们的地震局跟相关的 地震事务所要努力来协助民众 第一个部分就是 暂缓标售的 希望大家可以 好 积极的去协助民众 那第二个暂缓标售以后 你们要 告知民众你要怎么去做后续的动作啊 那所以以上 我是不是先请我们的都发局跟地震局分别 来做答寻谢谢 那个李局长请耽误 谢谢主席 谢谢高议员 我想刚刚议员关心的 是北高雄 尤其是议员的服务的选区 那 这个地区是蛮多元的 他有些就是都市地区 都市计划地区 有些是非都 产业其实也是很 很丰富 包括说 钢山地区大钢山地区的 所谓金属螺丝加工的那个产业 那个都是全台湾甚至世界非常重要的产业 那还有农业漁业 那针对这个部分我想 关于整个工业产业用地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持续跟金发局这边来合作 反正如果是在都市计划区 那 或者是 非都的话 我想会有寻不同的程序来进行 因为不管是在什么地 我想都要有一些 包括说可行性的 评估 然后 经过经济部的报边 然后甚至还评 都市计划调整 或者是非都这边的 审议的许可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跟金发局来配合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在 养殖这一块的话 那我们就会跟 海洋局这边来 因为他们是跟我们的养殖漁业的 这些业者 跟我们市民比较熟悉 那需求我们会洽询他们看 看需要我们这边跟或者是地震局这边如何来协助 那同样的道理农业也是一样 那所以 我想 这个地区是非常 丰富的地区 尤其是以钢山为主 这个应该是我们高雄市 唯一一个行政区 连接那么多其他的行政区 那很多的物产交易都在那里 那产业其实也蛮活络 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好好跟相关的局处来一起来合作 来看看有怎么样的一个更 更具体在中长城的一些 具体的想法 我们再跟议员这边来进行讨论 好谢谢局长 地震局长 黄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高研的一个指教 高研比较关心的大概就是 地清条例里面所规范的 必须要清查的这些 我知道是中央的法规 对 那 当中 属于 所谓的一些 龙氏 只私心组合的 这一类的部分 他也是 这个属于 地清条例 应该要清的一个范围 不过 在公告期间 民众他认为是 他可能是他们 祖先的一个土地 他们一齐突的话 我们 就不再 先暂时 暂缓来标售 那当中的 这个 大概 高研比较关心的 这个有勤端的 这个七星是第1号的 这个部分 因为他必须要 检据这个 日记时期的这个组合名义的 这个这些 名册 还有组合员 任 角色股 金额的一个证明 等等这些文件的大部分都是在法院啦 因为当时是向法院来登记 很清楚 那经过 高研的一个关心 还有 更要 提供民众 这样的一个服务呢 我们 钢山所 他主动的 就发文到法院去 了解 这些资料 上个礼拜 五 召开了一个协调会 那 我们 我很感谢我们地震局跟我们钢山地震事务所非常积极啦 就是我就 拜托他们来帮助民众 那 发一个文到我们的地院 那 我今天已经看到副本了 对 已经花文了 非常肯定 但是我要特别要提醒就是说 我们在服务民众 民众这些法规他不懂 是 他甚至 再给一分钟 谢谢 那我会觉得我们身为公务人员跟 第一线会跟民众接触的这一些 我们的同仁也好 你在协助民众的时候 不要说 你就给他一步 然后他就做 然后后面他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只知道 好我先暂缓标授了 那后续我要怎么救济 我要怎么 一头雾水 那 当天的状况就是这样 我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 可以更积极一点 告诉你 第1个步骤 好我们先来申请 暂缓标授 第2个步骤 你后续要来证明说 这块土地是你过去 家族所拥有 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那这东西 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 那我们 市府跟我们的同仁 我们可以 怎么去协助他来做行政上面的救济 那 至少要给民众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我觉得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所以这就是请我们的 相关的人员 可以再改善 是跟高议员报告 如果服务不足的地方 我们会改进 谢谢的指教 就是美中不足啦 所以还是非常的肯定 那接下来就还要请我们各位 谢谢高议员 接下来我们登记的议员 剩下我们的陈立正陈议员 那我们等到他 发言完毕以后 再行上会 接下来 我们请陈立正医员 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公务部门的各位局处首长 一位同仁媒体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们高雄市的行道数 改造 那我们现在气候很热 我要建议我们局长要对于这样的一个 您先请坐 这个行道数应该要多种一些 树叶茂密 而且会开花 然后 多种一点 可以乘凉 的这样的一个行道数 那我们 看到我们的这个高雄市的 这个炎热的夏天 温度几乎都达33度多 阳光直射 皮肤容易晒伤 路上常看到骑机车的朋友 在躲阳光 那尤其是到大路的 大马路的这个 等红绿灯的时间 过长 有一些 骑机车的朋友 他们都受不了 所以都希望有一些 树印可以乘凉 那行道数 也可以美化 市楼 绿意盎朗的 环境 可以让人释放压力 树木 吐放 一些新鲜的空气 也可以净化空气 改善空气品质 植物本身又可以降低 都市热岛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植物 可以带来那么多的好处 那现在我们都全球 都是这个 温度都上升了嘛 所以我们高雄市民 不管是骑机车 自行车或者是走路 要出门 都希望能够 除了看到很漂亮的行道数以外 都能够 在树印底下乘凉 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酷热 骑机车在外面工作的这一些 骑机车的朋友 他们一整天下来 都是 很 就是很热 这样会受不了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些 这个都是我们在高雄市 夏天的时候看到的一些 景象之一 这些骑机车的朋友 他们在停红绿灯的时候 就远远就开始在找一些树 可以乘梁的地方来停下来 或者如果是没有 行到树的话 可能连一些 号制灯啊 路灯啊 只要有小小的阴影 他都想去乘梁一下 那可见说 现在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机车量 有达到 199万 多台 我们也是 骑机车的朋友很多 骑脚踏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走路 见走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我们高雄市的一个 行道数的计划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 2012年的时候 我们养工处有提出一个 行道树的改造计划 三年要种10万棵的行道树的树木 那市长也非常的支持这样的一个 一个计划 那我们看到现在 看到我们的这个高雄市 有几个 这个 道路都非常的漂亮 就是我们 博爱鹿 博爱鹿在 自珍鹿到孟子鹿这一段 他已经改造过了 他现在是 种的这种树是 枫林木 枫林木到夏天时候 它开花开得 红通通的 非常的漂亮 还有 爱河的这个周边 沿岸 从 爱河之星 到 228公园这一段 行道树 他种的是 九重格的一个 树木 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有几个点 到这个开花期的时候 都开得很漂亮 几乎是成了我们高雄市 赏花的一个 景点 所以 我建议在我们 10万棵的一个 树是不是已经有达到了 或者说 如果已经达到了 我要建议局长 现在还有很多条的 这个行道树 必须要再改造 第一 就是我们 华夏路 华夏路的人行道现在是非常的 破损严重 那我也是 很多次的建议我们市政府赶快来做改造 那现在已经在规划中了 因为华夏路刚好是我们的台铁 好的 一个门面 他连接 连磁坛的一个景点 包括以后铁路地下化 以后的绿廊道 他都是连结的一个环境 所以 那个我们现在市政府也有在规划中了 那也 建议我们 局长 在规划这个 那个 华夏路的时候 他两边的人行道的 行道树 也是要 挑选那种 风铃树 或者是 会开花的那种树 我们再找一种早期的 黑帮手 黑帮手 种下去的时候 他久了 他的红砖道 都 普京 黑帮手 开花的时候 也是有一种味道 还有木棉花 他的 这个花果在开花期 他的花果掉下来 遇到雨天的时候 就会 产生 会滑 那人行道走过去也很危险 有很多的树 还有那种 可可野子树 他会落果 落果就会打到行人 打到机车 经过的人 有一些树 我们应该要慢慢的给他淘汰 给他赶快做更换 那除了华夏路 还有第二条路是 这些都是机车 骑士最长期也最 车辆最多的地方 先在这里建议给我们赵局长 自由路 自由路他目前也感谢局长 已经把博油路都把它重新铺设了 但是他现在两边的行 行道数 黑帮手 黑帮手 他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 他还是会让人行道整个会破坏掉 所以也要 编路一个尽快来更换一些比较漂亮会开发的 茂密的一个树叶的那种树种 还有 德明路 德明路现在的两边的行道数 他是木棉花 那刚刚我讲过 木棉花花起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 棉花会掉落会产生 下雨的时候容易滑 会造成行车的 的这个危险 还有高南公路跟民族一路 从民族路桥 往市区的一个方向 现在也感谢市府现在已经把这个 分隔岛他的树种都已经换 换成这个 黄莲木 还有 那个峰林木 这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两边的行道数 还是黑帮手 所以这几条 四个点这些路都是 上下班的时候 包括平常 机车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建议 我们局长 能够 把这些行道树 之前的一个 这边 这边有一些树 是我们南台湾气候最适合栽种的树种 它有 峰林木 烈木 印度 紫坛 凤凰木 宇斗树 这些树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峰林木 我们现在的博爱路的 自尊路跟孟子 孟子路这一段的行道树 就是栽种这种树 非常的漂亮 还有烈树 印度紫坛 宇斗树 凤凰木 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 行道树 所以建议局长 能够将这一些高雄市的行道树 能够再把它做一个 该换的就把它替换 请你答复一下 赵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基本在说我们停红绿灯的时候 总是 大家都喜欢 转乘的书用 来多种植行道树 这个我们非常的认同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行道树跟红绿灯 如果有抵触的时候 还是以安全为第一 这个红绿灯还是不能遮住 另外基本在说 包括滑下路 在人行道改造的时候 顺便来种植珍贵 而且会开发的树种 这个我们会来做 好 另外说那个自由路 或德民路 自由路就是说 人人并 那个黑帮手的部分 如果我们透过人行道的改造的部分 我们会来 并同 这会来移植 刚才在说德民路 木棉树的时候 木棉树的时候 其实木棉树在开花的时候 几次 人家说在开花的时候 我们去看 整体来说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就是有棉续 会比较敏感 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筹款 筹款来逐步 逐个路段 来做一个改善 换来要换职 珍贵 而且会开发的树种 这个我们也会来做 好 好 刚才会说 南台湾的气候家 刚才会说的都是我们 现行 在做的就会开花 而且这个 也比较珍贵的树种 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来做 以上 局长你请坐 这是华夏路的破损的这个 现场 你看一下 这边真的是 已经 那个非常的严重 那也请局长尽快做一个处理 因为华夏路 也算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门面 所以 我们 这个已经建议好久了 也希望能够赶快看到一个成果 那这是富国公园的一个枕建完成 这边你看很漂亮 绿意盎然 那富国公园 他这样的一个整体设计 就是他的明亮度跟他的舒适感 都让人感到非常的舒服 那这个整个环境都提升了 那尤其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他有空没空就到那边去散散步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尤其是都市的小孩 他多一个自然活动的一个空间 大家都 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争取多年的一个 富国公园 也感谢公务局 赵局长 已经那么用心的把它完成 这个这一点 也要谢谢你 那 再来就是 富民 富民路 富民富民 富民路跟 太原街口 这是富民儿童公园 这个地点 我们都知道 他刚好是在 捷运 捷运的旁边 刚好是在 旁边也是百货公司 然后周边也是大楼林立 那这一块的 这个 儿童公园 他非常的珍贵 因为在这里的土地啊 是非常的宝贵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到现在了 如果是要去 修补他的地面的话 可能怎么修都是 都是不能完整 那像这里的 凉亭 他乍看之下 就像一个公共厕所一样 那这些的一个 那个 地砖 在这里散步的人 都 如果一不小心的话 就会被绊倒 那整个这个公园 他 土地非常的珍贵 可是他的 食指的用 这个使用 真的是 没有那个效率 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 局长 能够针对这样一个 宝贵的地点 然后这么多的长辈居民都在这边聊天 就在这边休闲运动 好好的把它利用 因为这块土地也非常的珍贵 那整个去到这块空地也不晓得要 要做哪里 要在哪里做运动 就是 一个很平常的 30 一看就知道30年前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现在的公园都非常的漂亮啊 那请局长你针对这样的一个 富国公园 你可以不会 这个 答复一下 赵局长请担忽 富国公园 其实 改造的非常的成功 也非常的OK 其实富国公园 我一旦都在家 周遭市民朋友都要稳动 人越来越多 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 还有市民朋友问我说 你是不是公务局的人员 我说是是是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 那些人会越来越多 另外 富民路跟泰源接口的部分 我们来远离计划 那当然这个计划 包括财务计划 如果财务计划可行的话 我们再来做啦 如果这个金额相当 龐大 我想我们可以要再演绎一下 谢谢 这比较迫切性 请局长要多费心一下 再来就是我们的 微笑公园 微笑公园在我们高雄市算是 最棒大家也都是 最 称赞的一个公园 那他的腹地非常的大 他是从博爱路一直延伸到 自由路然后到合体 那这边的 周边的人口都是 大楼 那很多 上下班的时间 很多人就在这边运动 也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但是现在有一个困扰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 下午或晚上或中午 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同时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啊 机车也是从进入里面在 在行驶 在骑机车 那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在慢跑的时候 如果旁边刚好有一辆机车经过的话 可能 不仅是造成危险 而且他的空气品质一定会比较差 但是长年下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 纠正在机车 或者要开划单等等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总是不是办法 是不是 能够来设计一下 让我们的机车 不能进到公园里面 这样就不用再忙着去机车 或者让我们的民众 常常来反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现在运动已经变成是 跟吃饭一样的一个平凡的 每天有习惯散步运动的人 他可能会选择早上或晚上 让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公园 可以来运动 那接下来就是 等一下局长可以 一同答复 这是10号国道 10号国道他是从翠华路上桥 一直要往街 国一北上的这个道路 那我们看到在翠华路上国道 10号的这个大概 连续 就大概长度有两 两公里的长 他这个 柏油路呢都已经破损的非常严重 那我们都知道这里的这个车速一定会比较快 是不是能够尽速的把他修缩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国道10号呢 因为他没有连接 没有连接 国一北上 所以常常在造成我们 大中路 塞车原重 那最近我们也都知道 很高兴的 已经 即将要动工的 要从 我们国道10号 从我们文字路 一直在 多开 一条这个 高架路 接到 顶巾的交流道 然后在 玄街 北上 国一北上 那未来如果这条道路 接通的话 我们如果从翠华路要上 国一北 北上的话 就不用再 下 大中路然后再到 龙总的地方 或者是 再上 高速公路 可以减少很多的车流量的打劫 所以这个 我们 就近的工程 就先把这样的道路铺设 把它修缩 局长请你答复一下 赵局长请答复 谢谢议员 那个微笑公园 微笑公园 起车站在美兰的国风里面 坦白说是非常非常不好 那就是说 让我们自己方便 可能造成别人的不方便 可能也造成别人的危险性 所以 在养工处这边 当然是以 欠导为原则 如果是 欠导一次两次不听 那当然就是一个开法 刚才我企园在讲的部分 就是 要如何设置 让我们的机车不能站进去 这个我们会来再做一个 在微笑公园桌招 能骑机车进入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研议 看要如何 来设置一些障碍的设施 另外 纪元在讲的 这个国道10号 就是 为那个文字路 跟我们的催化路的部分 这个我们今年 会筹款来办理 今年会把它完成 谢谢 谢谢 谢谢陈议员 我们今天执行到这里 结束 那大家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 两天半 那我坐在这里 我两只脚都是 让我认证到 真正的 那我们两天半来 好多的议员 有非常好的建议 那可以参考的 那请各位参考 那够采纳用的 请大家可以采纳 那 答应要做的 要建设的 也请 各单位 遵守你们的承诺 不要让议员 下会起来的时候 又说你们 没有遵守承诺 那还有很多议员 指责 我们各单位做不好的 我想好的 建议你们还是要改进 那 今天 谢谢大家 明天 那明天上午9点 继续进行 都市计划委员会的 业务报告跟 咨询 那三位